咱们还是说咱们这张老师这节 就是说情人节你觉得在中国过 在美国过哪个好啊 你说我在哪过好 还是说这情人节在哪过 这情人节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你觉得这个气氛上咱们是不是比美国还热了 现在啊 这样至少不差 因为咱们这边爱过节 就什么节 真的 因为你看我在这看到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吧 就我住的附近那有一个世贸天街 他那个圣诞的那个树做的 我就在美国都没看过 用所有的那个叫Teddy Bear 怎么说呀 小熊 堆成一个巨大到顶的一个圣诞树 没错 特别的打眼 他们过去老有些人从文化上讲啊 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礼仪都沦亡了 都过去洋人的这个节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没考虑到俩原因 一个原因呢 中国人是个喜感民族 没错 他什么节打也无所谓 再有一个从经济上呢 咱们是一个生意动物 能赚钱的华人都不会错过 没错 我家我就回来 星期五回来 我去买花 家里边附近有个鲜花店 贵出了一倍不止 就因为 都订不过来 就因为情人节 就订所有的大素的玫瑰 我一看 就那花店里边满地全是 剪的叶子 就这太热闹了 而且就今天我才发现 我今天从机场直接过来 我们摄影师傅把我拉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路上聊天 他还说 今天晚上要堵车 我在想 怎么今天晚上要堵车 因为情人节 在美国你不会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要堵车的 但是这个情人节意义 这个有所不同 跟中美都有关系 我觉得情人节最缺的自然是情人了 对吧 现在大众情人出来了 你知道吗 中国这个媒体 我觉得真是叫什么 他们讲的叫hold不住了 昨天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报纸 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说 虽然离情人节还差一天 可是世界已经忍不住都把爱给他 谁呢 林淑豪 是不是 林淑豪 所以说我就差点事 老实讲 我昨天才听说这个名字 你这还是做电视的 我星期五 星期四上飞机 那时候的头版都是他 还在他的星期五那个大赛的前页 美国报纸都是 体育版至少头版都是 然后那个到星期五的时候 他当然又那个就近三十八分的那次 那就沸腾了 就完全彻底是一个主流的这种 对 热点新闻 我都上头版 绝对不是光是亚裔的美国人 就是五连 就是五场比赛 平均都拿二十多分 二十分 超过了 场均二十分 场均助攻七回 这是一个NBA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超过了那个乔丹 对 以新人出党 意思是说新人 刚上场政选 五场 到现在是七场 你想他就是五场 四场政选 就是他们对 原来也有比他牛 那双合 什么叫安东尼什么的 他们就说算这工资 你说这个啊 他呀 每个月也就是多少啊 年薪是八十万美元 五百多万人民币吧 八十万美元 对 他八十万美元 他对里那两个老大 原来那两个老大 一年都一千八百万美元 我就觉得从这个事上 我看出啊 人有一种什么呢 点燃状态 是不是 就是其实有些人呢 他生命中啊 属于他的 可能就是那么一段时间 但是不是 林徒坊也许千万年啊 但是我是说 你看 最近我看一个电影 像拍这个赛马 就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 拍的一个 The Warhouse 在雷霆战居 香港翻译啊 电影也有点烂 但拍马拍的好 我就发现 有些时候 你比如说 这这匹马呀 跟另一匹马 一起跑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都已经跑到极限了 他老是落后 他一个马头 你对吧 马是会竞争的 对 但是呢 马是会竞争的 他不瞧的 音乐一起 陡然间 你会出现一个异常状态 这个马 风了一样 一下子超过去了 这个林淑豪 就有点这么个人 其实篮球上面 NBA上面过去 现在有很大的争论 关于林淑豪 就是他到底是哪一种状态 因为你刚刚讲那种状态呢 NBA球员上 Hot stretch Hot stretch 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一个很普通的球员 他不晓得为什么 就在一个月 一个礼拜内 他爆发 对 有四五场打得非常好 但很快 又回复原来那个 拥入的正常状态 是是是 那么林淑豪 现在关于他的 一个很大的争论 就是他到底是处在一个 很异常的Hot stretch 对 我也是这个 还是说他真的是很好 那么 这是一直围绕他的争论 但是过去打这五场下来 你观察他的动作 你观察他 因为他们打那个 猜挡战术 Pick and Roll 你观察他做的 那个很迅速的决定 Pick and Roll 你要那个point guard 那个空位 你的决定要很明智 要很快 那一秒内的决定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不像是Hot stretch 他应该是就是这么好 所以被他们打败的 那个胡人 Kobe Bryant Kobe Kobe 后来接受访问 就说到他 就说这个人 他应该是一开始 就有这样的技术 只不过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没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回啊 我关于他的故事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不要再谈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 就他的成功 说明的是 大家一向信赖 一向觉得很好的 美国的体育制度的失败 有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 他这个年轻人 他过去的经历 他高中的时候 在加州打球 已经入选加州 最佳球员之一 那为什么那时候 他去大学 那些名牌的体育大学 不给他奖学金 然后到他打哈佛的时候 他把哈佛队 那时候带上他们队史上 其中最好的成绩之一 但是也没有得到 特别多的机会 到他出来NBA选秀的时候 那当然以前有些人选秀是大家走漏眼的 像John Stockton那些都走漏过眼 但是没有走漏到这个程度是选都选不中 你以前是选中排名几十 他现在选都选不中 然后他又去了两个职业球队 两个职业球队就把他炒鱿鱼 很快 最后到了这个New York Knicks 他那天是差点要炒 就前两天爆发 那问题就来了 怎么可能 就因为NBA是个市场经济 然后之前美国的那个体育 我们那时候跟中国举国体制不一样 他们是各种 透过各种地区比赛选拔人才 为什么他这一辈子23岁里面 他一直打球打球打球 而且其实打得都不错 那怎么可能中间都把他漏掉 你中间有多少教练 多少球碳 有多少那种专门挖球 发掘球星的那种经济人 他是要赚钱的 你们都在哪呢 这个问题就是研究 因为对中国有利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看 但是我们可以 梁教授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爆发期 因为我也没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Lin likes the open floor Spinning puts it up and backs it in sensational play for Jeremy Lin Brown wants him puts up the two-pointer puts it in Jeremy Lin with 31 How about measuring Gasol Jeffries another rebound Lin for three Bang 听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亚裔女孩 都想嫁给豪宅 那有点夸张 但起码都很喜欢他 全亚裔都很喜欢他 但就说你刚才 女孩喜欢 你还加上女孩的条件 男孩高学历 做哈佛的 而且长得还有个样子 对不对 这些都加上好的 好的DNA 这女人眼睛就发亮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一来以后 就接着闻到刚才话说 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style 就是这个风格 不是那种马上就很抢眼的 所以他们在开始选人的那个那个短期内 没有看出来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这就讨论 是不是对亚裔有有歧视 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他自己跟这个一个写体育报道的 一个台湾的记者就交流过 他说我实际上一直是顶着压力 因为美国人里边 你又能想象体育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一个森林 对吧 就是说谁个话 谁什么 这个他说 篮球在美国打篮球 是黑人和白人的事情 亚裔人是受得不到尊重的 他说我一直打篮球当中 就会被周围的人 在大学高中都会 别人就可以说 就是说乐队在校园那头的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跑这场错地方了 你看比如 我觉得林书豪他很特别的一点 就在于这种种族歧视很鲜明的 或者说很隐晦 但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下 他跑出来 他有很大的特点 因为亚洲人不是不能打篮球 但是打篮球是怎么打法呢 像姚明 姚明是一个美国一般的NBA球迷心目中的亚洲中锋的典范 就亚洲人中锋是怎么样 他个子很高大 但中锋也能够投球 对 因为你高大 你站在那就行了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亚洲人能够打的话 就是中锋 但Point Gun是什么样的人呢 尤其他这种打法 是他很灵活 运动神经很快 很灵敏 很高速 能够穿越三四个人 产进篮圈 这种东西 过去从来不觉得是亚洲人做得到 所以为什么这回 很多美国的亚洲人很高兴 他们有一句口号 说这Asian can drive 就能开车 但他讲那个drive 就是能够drive the ball 就是把那个球 对 开到底线穿进去 然后那个身体的那灵活性 他就有什么 他怎么twist contour 还什么dunk 他几样都是拳的 又能转 在空中转 然后还能扣 他还能扣来 你以前看那个我 那时候当年追踪这个 芝加哥公牛队 因为我正好住在芝加哥 他放那个乔丹的那个慢镜头 那真是美的享受 因为他一拉长 他一个球上去以后 他有多少个动作 没错没错 他怎么转 然后走在空中 一秒多做三个动作 对 然后在最后 完全像一个音乐舞蹈一样 没错 然后那么高的人 对吧 你能身体平和到这种 那就和我们 比如说当年木铁柱 你觉得 他就是因为高 你不觉得技巧 对吧 然后可是大球 他又是大球 又有这种灵活 又和 比如说我们乒乓球好 为什么亚洲人老觉得 我其实中学的时候 乒乓球校对的 后来我一去美国上学 我就觉得 就很不好意思了 这么高个子不打篮 篮球打平方球 因为你的确看了那个网球之后 你就觉得这种小球 巴一消 好像这时候 有点滑稽感 你知道吗 羽毛球 小球 因为体育上 的确是讲个大的 那个大 可是你都特别的笨重 对 还是不完美 现在就等于说 照你们西方的标准 是吧 华裔也能跟你玩 而且战而胜之 是吗 要知道现在为他高兴的 绝对不只是华裔人 是Asian 是 是韩国人日本人都高兴 对韩国人 报纸以前登马说 他四分之一学同事 听说他妈呀 是朝鲜族的 他小时候跟着他那个 韩裔的外祖父 到中国去生活 然后呢 你再看看 比如说像亚洲 甚至印度人都很高兴 因为这是整个亚洲的事 不是 是亚裔人的事 跟不是中国人 不中国人的问题 第二呢就是撇开任何种族角度 他这个故事 我刚刚就讲 美国的这个篮球制度要检讨 就是因为你制度够成熟 是不会出这种故事 他这个故事是老套到 你觉得连好莱坞都不应该拍 好莱坞拍都会嫌太三情 就是一个underdog 完全是一个处于越式的 尤其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样 尤其美国的文化 流行文化 很流行一种 一种角色 很喜欢underdog 就是黑马 瞧不起 小人物 能够赢 能够成功 他符合所有这些 美国文化很崇拜这种 这也是中国故事 就是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明 一鸣惊人 其实而且中国人的哲学讲的 这得很多个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 不光是说他一向打得好 而是说那俩突然不上场了 他有了运气 有一种奇遇 再加上他又信上帝 你知道吗 他就信这种灵感 他没场打完他手间祈祷 对对对 手间祈祷 而且现在他美国就跟他 把他比作 一个是这一年 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橄榄球性 Tim Bill 你说他们两个人都是underdog 都是这种 没人看得上 他们能出来 结果都出来了 所以 而且两个人都是千诚的基督徒 对 还跟那个Bill Bradley比 对 就是Bill Bradley去了 彭因斯顿 他去了他国 工作特别勤奋 都是那种努力往上走的人 对 而且呢 你看啊 能够让人成为 接着下来 就会离播出